在台北大直有一家以云朵还有花海为主题的餐厅 让人仿佛置身在童话故事里面 也让很多人喜欢来这边拍照打卡 而他的餐点是用炭烤的牛肋排 搭配桌边的火焰袖相当有趣 把面团赶成面皮不同于一般的薄皮披萨 主厨反而是把面皮放进烤盘里 接着依序撒上大把大把的莫佐拉拉起司 意大利香肠以及炒过的澳洲和牛肉 为了增加口感还加入核桃和葡萄干 经过烘烤后最上层还得像蛋糕一般涂上抹茶蛋白霜 让整体口感更加柔和 如此充满创意的深盘披萨 用刀子一切流出如瀑布般的浓郁起司 令人大呼过瘾 就是不会腻然后吃起来也都很清爽 后来吃到里面有硬硬的才知道说原来它是核桃 就一般的披萨其实不会放也会觉得好意外 同样吸睛的还有重达18盎司的战斧猪排 带骨猪排先用肉桂和蜂蜜腌过 再放进烤炉15分钟 既由木炭烟熏达到外皮焦脆的口感 再搭配酸甜苹果泥一同入口 更能凸显猪排的干美肉质 餐点有特色之外 餐厅装潢也充满巧思 天花板用云海和花朵来装饰 看起来梦幻为美 不过餐厅负责人不是女生 而是这一位阳光男孩曾威翰 72年次的他曾经和朋友合伙 在台北东区开设串烧居酒屋 但随着东区人潮不如以往 三年下来产赔千万元 这一回他寄取教训卷土重来 把店开在电影院商场里 抢供不同客群 跟我们以前在街边店的模式 比较不太一样 街边店可能是都是定位客 他没有过路客 可是这边他反而在廉价的时候 会很多家庭留在大指这个区块 曾威翰也把过去串烧店的烧烤菜色 加以改良 像是这道炭烤牛肋排 得先烤再炖 上桌后还有火焰秀可以看 我现在先帮点火 淋上40度的烈酒 点火加热 视觉嗅觉味觉同时满足 肉有微微的温度 然后肉质也很嫩 蛮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味道也很香 而甜点和饮料很跳动 走的是少女风 像是这一杯气泡水 让顾客可以DIY 把棉花糖的甜融入饮料当中 而装冰沙的杯子也改成球状 仿佛是星球一般 这些都是曾薇翰擎跑上海东京和韩国考察的成果 把新菜色引进台湾 打造属于自己的时尚王国 东森财经新闻 蔡小达 张博祥 台北报道